欢拉拉,我是专马 传说中有种狼人 它是人和野兽的结合 平时混迹在人群里 只在月圆时分变身成为狼 也有一种正式存在的生物 它明明是人类 却被遗弃在狼群中长大 行为举止和狼一模一样 被叫做狼孩 人和野兽间 一旦真心相处 也会产生彼此相通的情感 看多了欧美日韩 今天就来看一部划分清奇的巴西电影 好孩子 克拉拉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孩 这一天她来到怀孕的安娜家 免是保姆职位 安娜想要向前雇主了解信息 克拉拉躺在不过去就给了个号码 安娜跟人家聊了半天 才发现对方只是房东 原来克拉拉从没有当过保姆 因为她需要钱才来的 她对于撒谎表示歉意 安娜这是一阵突如其来的父同 克拉拉很娴熟地帮助她舒缓放松 说自己以前经常照顾奶奶 机缘巧合 安娜雇佣了克拉拉 还带她参观了房子 安娜的家非常宽敞华丽 儿童房里的音乐和播放的旋律美妙轻盈 和安娜家一比 克拉拉租住的房子明昏昏暗狭小 就算这样 房东还追着讨要房租 甚至扣押了她的衣物 看起来 克拉拉一直都属于底层 或者穷困的生活 和安娜天差地别 她看起活来倒是非常认真的 一早就去安娜家打扫卫生 却无意间发现抽屉里放着一把枪 心里有些疑惑和担心 除此之外 安娜是一个亲切和善的雇主 爱跟着电视跳舞 吃饭时不停碎碎念 只是她从来都是一个人 看起来那么孤单 克拉拉住进了安娜家做全职保姆 有一天 安娜买了新鞋子 回家故作开心的喝起酒 原来这天是她的生日 她拉克拉拉一起庆祝 说起家里人都和自己断绝了往来 原来 她本来要和未婚夫结婚的 却怀了别人的孩子 又不肯打掉 父亲就把她送来了这个公寓 再也不问不问 克拉拉虽然不大说话 表面坚硬 内心却敏感温柔 她看出了安娜笑容里的落寞和脆弱 两人渐渐靠近 空闲时 克拉拉也会去酒吧放松 独自坐下喝酒 很快就有女人过来搭讪 大概是闻到了她身上同类的气息 克拉拉是喜欢女人的 故事猝不及防的 就这样走上了百合线 晚上回家后 她看到安娜在翻着冰箱 她叫着安娜 两人情不自禁地拥抱亲吻 但忽然 安娜狂性大发地咬破她的嘴唇 抓上她的肩膀 又神情恍惚地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 安娜就跟个没事人似的 好像一点都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一切只是一场梦游 两人的情感在升温 怪事也还在继续 安娜常常做噩梦 梦醒来时 克拉拉来安慰她 他们顺势做了羞羞的事 可是半夜 安娜忽然睁开眼睛 又起身开始梦游 这次还走出了家门 克拉拉悄悄跟在她身后 食指满月 天上挂着一轮圆圆的月亮 街道上寂寥清冷 克拉拉看见安娜走进通道 抓起一只白猫 一瞬间 竟然就拧断了猫的脖子 还生吃猫肉 满口鲜血 非常诡异可怕 第二天 克拉拉想要试探安娜 就割破了手 把鲜血放进了面条 安娜果然吃得很香 衣服非常满足的样子 克拉拉知道了 安娜有嗜血的癖好 干脆把自己夜里看到的事 都说了出来 安娜也无法解释怎么回事 克拉拉在卧室地面铺了面粉 这样如果安娜在梦游 就会留下痕迹 但这一晚 安娜的脚底是干净的 她好像只在满月的时候 会做出种种不正常的行为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两个孤独的人日益亲密 克拉拉忍不住 还问起了家里怎么会有枪 安娜解释 以前在农场长大的 又带着枪护身的习惯 至于她上次开枪的情况 但是相当玄乎 当时她遇到了一个男人 两人干柴烈火 到野外啪啪啪 但她醒来时 却看到了一只狼 她下意识开枪 狼边逃跑 边伤心地看着她 她就是在那时怀孕的 之后再也没见到过那个男人 所以呢 看了安娜是遇见了狼人 肚子里怀了个狼人 才导致行为异常 影片再次猝不及防急转弯 开始了魔幻线 克拉拉并没有因为这些 而害怕或退却 她爱着安娜 一如既往地仔细照顾着她 直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安娜突如其来想吃松子 克拉拉外出购买 当她回家时 就听到了安娜的尖叫 卧室里发生了非常血腥残忍的一幕 安娜的肚皮里像有什么东西挣扎蠕动 动机越来越疯狂 最终一双利爪撕出了一个血窟窿 狼孩破肚而出 克拉拉冲进来时 只看到了犹如被开膛破肚的安娜 已然惨死 而怪物在地上爬行尖角 她拿起了枪 预备扣动扳机 渐渐走近 却看到了形容丑陋的狼孩 被脐带缠绕痛苦挣扎着 克拉拉起了侧影之心 怎么也对一个新生命下不了手 她帮她拿掉了期待 一开始 克拉拉抱着狼孩 是想遗弃在路边的 但孩子大哭着 她不忍心了 也许是想起和安娜的情谊 孩子是无知无辜的 也许是同情孩子 和自己一样边缘的命运 她给孩子喂血奶 决定抚养她长大 春去秋来 时间缓缓流逝 一转眼 狼孩就长到了六七岁 平时 她的外表行为和普通孩子一模一样 甚至更可爱 看起来也挺快乐 这是克拉拉格外留意 对外宣传儿子过敏 从不让她吃肉 看似可爱的儿子 没完却是被锁着手铐 睡在小房间里的 小房间里到处都是抓痕 原来儿子晚上就容易失控 风起来还会撕摇铁链 而到了第二天早上 克拉拉就给她洗澡剃毛 剪掉长指甲 狼孩又重新变回正常小孩 对于发生的事情 懵懂无知 狼孩常常问起自己的来历 克拉拉都说她是捡来的 不知道她的父母亲是谁 这天克拉拉工作要加班 就找了房东安娜来照顾狼孩 安娜看孩子瘦弱 煎了块牛排 狼孩第一次吃到肉 刀叉都不用了 兴奋地上手撕咬 尝到肉围后 狼孩血液里狼的部分被激发 原本温和的性情变得粗暴 她发现了安娜的照片 就质问克拉拉 这是不是她的妈妈 为什么要骗她 争吵中 狼孩还抓伤了安娜 第二天放学后 狼孩干脆拉着朋友 要去桥的那边找妈妈 他们躲在关门后的商场里 也越来越深了 克拉拉找不到狼孩 担心不已 这几天正好是满月的日子啊 她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商场里 狼孩长出毛发 变身成了一匹狼 失去理智 追逐这好朋友 最终扑向了对方 等到克拉拉发现狼孩时 她满脸失血昏倒在家门口 克拉拉连忙把孩子抱进去照料 帮动阿姨看到浑身长毛的狼孩 惊慌地要打电话给神父 被克拉拉一针扎晕了 事情发展成这样 满是满不住了 这里也待不下去了 克拉拉收拾行李 准备带上狼孩跑路 但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啊 只觉得克拉拉莫名其妙 她不想走 就趁机反而把克拉拉 关在了小房间里 她照常去上学 还想参加心心念念的 六月节游园会 邀请了小女孩 倒是一起跳舞 克拉拉在密室里急得不行 却怎么都撬不开门 幸好有个同事来找她 把她放了出来 她一出来 就赶紧跑去学校找狼孩 夜幕降临 狼孩还是开始变身了 起先她还残存着理智 挣扎着让小女孩快跑 但完全变成狼后 她忍不住扑向女孩 这时克拉拉赶到 一枪打中了她的四肢 克拉拉偷偷把昏迷的狼孩运回家 在小房间中锁上 给她治疗包扎 狼孩自压咧嘴 但最终在克拉拉熟悉的歌声中平静下来 她一定是认出了妈妈 克拉拉动情地抚摸着狼孩的头 狼孩的眼中有了理解和情感 但只抱不住火 受伤的女孩说出了一切 愤怒的人们带着各种工具武器 纷纷赶往克拉拉家 女孩还是觉得狼孩是朋友 也不是有意要伤害她 默默地拉住了愤怒的爸爸 可其他人已经被愤怒和恐惧淹没 疯狂地冲进克拉拉家 拍打着门 门内的克拉拉选择解开了铁链 握紧狼孩的手 一起面对外面即将来到的一切 影片在这里结束 留下了未知的结局 可能是狼孩杀死所有人 但更有可能是人们杀死了狼孩 但这一刻 妈妈和狼孩儿子手牵手 并肩而立 用共同的爱和勇气 面对命运 同性恋被异性恋抗拒 不同肤色形成阶级轻视 世上有大多数就会存在少数 少数人努力适应着既定的规则 隐藏真实的自我 因为一旦暴露 就可能遭受诋毁 甚至迫害 但打开心去了解 会发现大家都有一样的情感温度 我们更多需要的是牵手 而不是敌视和对抗 求留言 求弹幕 求留言 求弹幕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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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